台湾医疗备受国际肯定 中华电信和台北荣总等台湾业者 最近到越南河内分享智慧医疗经验 期盼将台湾的产业链结合解决方案 带到越南 透过以医带伤的方式抢工商机 过去的五年 在政府的一国一中心的政策下面 台北荣总跟越南已经有长期的合作 我们已经跟24家的医院 还有大学签署的合作被忘录 并且已经有超过45位的医护人员 来台北荣总做临床训练 预计在2025年 它会要有15%的医院 要有数位的支出数位化 然后再来就是说到2030年 会有30%的医院需要有数位化的设备 根据统计 2020年越南约有1500多家医院 其中公立医院约占8成 随着经济成长 私立医院也开始蓬勃发展 从20年前大约三四十家 发展到现在已经超过300家 可见越南医疗市场的爆发力 台越医疗合作前进可期 台北荣总副院长李伟强表示 台湾许多资通讯业者 在越南已经设有据点 很多资讯科技业的代工厂也在这里 这是台越医疗合作的优势之一 而后疫情时代衍生出远距医疗的需求 将更仰赖云端技术和人工智慧